你们能看出这是一个在开车的人吗 不能 我们现在要去哪里 做小火车 圣诞主题的小火车 我们选了是晚上六点开始 因为它晚上有灯光 就有很多小伙伴说有灯光更好看 而且它好神奇 就是同时时间价位是不一样的 我们之前看到的小伙伴分享了一个小火车 但是它现在不开就是因为COVID 所以它现在就彻底的不开了 当时本来已经准备好要去了 结果它一说不开就又没法去 然后就拖了很久 现在要出发去吃一个小汉堡 它是Squamish一家 在Google上面评分特别高的小汉堡 而且它有好几百条评分 然后评分居然还能到4.9 我就想它的味道应该是不错的 价格也很便宜 就它的肉的那些汉堡 Classic的都是10块钱左右 感觉可以试一试 因为最喜欢这种吃起来跟不要钱一样的东西了 我们在这里吃东西 在这里吃东西 对,你来点吃东西 然后如果你想要吃东西 就来到这边 然后你会看到东西 食物店 现在想吃什么牛肉还是鸡肉 牛肉 很想要 要不要咖啡 我不要 它现在还是草丝牛肉 可以吗 要是作冰箱会吗 可以吗 可以选择泡门 咖啡 和几乎鸡蛋 和几乎鸡蛋 如果是几乎鸡蛋 可以呢 味道脂肪 比较一个 我们好看 这个我们必须经许 是不是 昔 没关系就是要拍你没叉嘴的样子 我们现在已经到Squamish了 因为吃到非常的饱碎 很有意思 它是外面是 我觉得天气晴的话可以坐在外面 有点像小酒馆那样的 可以在那里要偏吃东西 然后里面是酒吧 吃完饭我们就去坐小火车了 火车那里人特别的热闹 在门口check in之后 我们就拿到了两张门票 然后就可以上车 我们车对面坐了一个特别特别可爱的小女孩 车开动之前列车长会来检票 火车上几乎都是小朋友 所以会比较吵但是氛围好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 这小火车已经开始开了 然后我旁边坐了一个小朋友 他非常的开心 是他很好奇 他对一切都感到很新奇 这套小火车大概是一个小时 先是check in check in之后会搬门票 搬门票之后登车 登车之后他会来检票 每一个过程大概是一个小时来回 植树的地方还有gift gift shop和一些展览就是有点像博物馆那样的地方可以看 吃上还有小可爱给乘客发糖果和曲奇 小朋友们拿到小点心都很兴奋 他给我们发了酷皮和糖果 但是我不打算吃 所以打算把它送给小姑娘 是对面坐的这个小嫂 我让喵喵把点心给这个小朋友 他特别乖不猜疑 所以也不乱叫 下车前还主动和我们招手说再见 喵喵又开始吸娃了 这娃儿对他吸的很开心 结束之后我们还在展厅逛了逛 看到了一家人一起拍圣诞全家福 好温馨 这还有个托马斯小火车 他也太猛了 我们的票还送了一个马克杯 然后就回家啦 回家路上遇到了暴雨 路超难堪 这趟小火车一个人是70道 但我个人不太推荐 因为觉得不值 车上黑乎乎的没有什么灯光 可以看表演也很短 值得开一个半小时车 还花大几十道去 但是如果有小朋友的话 去感受一下氛围还是不错的 不定还可以认识新朋友哦 好啦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见咯 我们明天见咯